什么情况 谁在摸我 你谁啊 太子殿下 今夜由我来服侍殿下 为龙族延续血脉 别这样 妹子 你好好坐着 我没说会儿话 你刚才说的服饰是什么意思啊 讨厌殿下 你想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想如何就如何 殿下 人家累了 我们结束吧 舒服 再来 好殿下 人家好累啊 我们休息吧 不好了 姐姐有裂缝 龙空出现胀气 一起戒备 胀气 难道是魔族入侵 我得赶快去找小五 小五 小五 好重的瘴气 小语不见了 难道魔族是冲她来的 小天狱 你要冷静 不难推测出 他们的目标不是小语 而是 所以你一定要冷静 否则救不了小语 还会步入魔族的陷阱 小语 你在哪里 不好了 姐姐也有裂缝 龙空出现胀气 一级戒备 我变回来了 小语个孙子 你说了不换我衣服的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醒了 想要对你做什么的不是她 是我 美琪 龙空这端 我记得预告里没她的血 彻底乱套了 这件衣服 还挺适合你的嘛 嗯 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法宝 糟了 也要跟下小五呢 美琪姐姐 你看我穿着这样 我也干不了什么 我就是一个 人数无害的小可爱呀 你就放过我好不好 嗯 你是很可爱 我也不舍得对你作声 我就是来成全你和那龙太子的好事呀 真的吗 我不信 接下来 我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可以随时合适 看你哭 分叉 你自己说的话 你自己相信吗 你真的希望 别人过得快乐吗 你干了那么多坏事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当然了 你找死 妹 姐姐姐我 我 我就是吃了一食口肉吃块 你 你长得这么好看 你再让你不及小人公 放过我一次好不好 嗯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真想陪你好好玩一玩 嗯 嗯 但是眼下 绝对不行 嗯 嗯 你给我吃什么 这是心魔之肘 暂时存在于你的喉咙里 对你没有伤害 只是封住了你的声音 封我声音 你是海里奥奥老妖婆吗 但我们不是小美人鱼啊 但是对别人 可就不一样了 对你有感情的人 就会催使他生肝 发芽 再少的感情 他也会被无限地放大 到最后 变成了心魔的化身 知道吗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幼儿了 只等着大鱼上歌 这是什么 这是龙宫嗜醒专用的物事意 封上了它 你的气息就会被改变 你身边的人就会认不出你 我倒想看看 这萧天愚 找不到王小语 却又在床上 看见了长老费尽心思送来的 侍寝少女 而且她又与你有几分相似 你觉得 她会做什么呢 小五 我这是在哪儿 密集 密集你出来 你把我带到哪儿了 刚册封就给我送侍寝的锅 小五 这帮长老为了稳固自己的势力 还真是努力啊 真的认不出我来啊 这身形倒是跟她很相似 但气息却完全不同 是因为这巫师印的缘故吗 对对对 你说说对 不可能这么简单送回 此事必定有诈 难道龙族长老丧心病狂 已经与魔族串通一气 千万不能答应 你为什么不说话 是施了术让你说不了话 怕声音不像露馅吗 小五 小五你个笨蛋 快把这个东西拿掉 看不清又说不了话 很难受啊 这臭脾气倒是跟她很像啊 按照龙族的规矩 我一旦接下这巫师印 就代表我认定了你是我的太子妃 可你终究不是小女 可我要是不接呢 我倒还真想看看 你这巫师印下的眼睛 是不是跟她的也很像 你们真的太像了 像到我差点都信了 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小五 是我呀 若你是她 待在这儿会很安全 不要丢下我不要 若你不是她 你这儿 魔族必定会有下一步动作 我倒想看看 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看你看 小五 这动作你熟悉吗 是我啊 小五 我 张气浓重 果然是魔族高贵 正好最近在练习傀儡书 既然这样 那就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吧 主人 追随魔族气息 找到的 记住 务必保证她的安全 遵命 用心魔之种做钩子 在龙宫别院布局试点 同时配合逆风快乐 形成一套产业组合拳 Maggie 你终于学会做价值转化了 真令我欣慰 真令我欣慰 有人来了 是谁 小五吗